纸的发明 造纸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 早在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文字, 可那时候还没有纸,要记录一件事情, 就用刀把文字刻在硅甲和瘦骨上, 或者把文字注刻在青铜器上。 后来,人们又把文字刻在竹片和木片上, 这些竹片、木片用绳子穿起来,就成了一册书。 但是,这种书很笨重,阅读、携带、保存都很不方便。 古时候,用学富五车形容一个人学问高, 是因为书多的时候需要用车来拉。 再后来,有了蚕丝织成的钵,就可以在钵上写字了。 钵比竹片、木片轻便, 但是价钱太贵,只有少数人能用,不能普及。 人们用蚕碱制作丝绵时发现, 盛放蚕碱的灭锡上,会留下一层薄片,可用于书写。 考古学家发现,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 人们已经懂得了用麻来造纸, 但麻纸比较粗糙,不好书写。 大约在一千九百年前的东汉时代, 有个叫蔡伦的人,吸收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经验, 改进了造纸树。 它把树皮、麻头、稻草、破布等原料, 剪碎或切断,浸在水里,捣烂成浆, 再把浆捞出来晒干, 就成了一种既轻便又好用的纸。 用这种方法造的纸,原料容易得到, 可以大量制造,价格又便宜, 能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所以,这种造纸方法就传承下来了。 我国的造纸树, 首先传到临近的朝鲜半岛和日本, 后来又传到阿拉伯世界和欧洲, 极大的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 影响了全世界。